这是谁啊 阵仗摆这么大 快把死亡之手还给我 否则我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变得很难看 一百种 还挺有想法的 老子行走相胡 向来以心狠手蜡烛车 今天我这些小弟往这儿一站 保证不出几天 这网咖就得关门大击 前几天老板还说要 雇几个人帮忙看店 这就好了 公司也省了 老朋友 你知道这把武器 花了老夫多少心血吗 几千个通销达弹 先后改了十几版 才有了这把绝世的鸣舞 不是我吹啊 放眼整个职业圈的术士 我敢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很寂寞吧 老魏 费了这么大的劲 造了这把鸣舞 对付普通玩家可就大财小用啊 除非你还想回赛场 少废话 这说吧 怎么样才肯还死亡之手 很简单 替星星打一场导师赛 赢了就还你 我就说嘛 不过就是想请老夫帮忙嘛 草台班子果然玩不转了吧 老夫家大业大 我随便抬抬手 就是上千万的生意 哪有时间在这儿陪你瞎唬呢 那就 不锁 我跟你们说啊 老大已经决定了 要把那个什么什么之手 改造来给我用 我以后就用鸣舞啦 包子 那这鸣舞 你不能一个人独吞的 什么呀 给我闭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 这件鸣舞啊 这件鸣舞在智力 法术暴击 个人属性加成和法术吟唱方面 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 是我见过的最极品的鸣舞之一 要是可以进行拆解的话 可以把智力属性材料 来强化小朋友战毛 法术吟唱转化为攻速给包子 法术暴击给小安 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组一个暴力输出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们拆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万一分解失败的话 那整件鸣舞就毁了 反正我们也不吃亏啊 也用不上那个什么玩一只手 随便拆呗 还好这件武器的主人不在 如果主人在的话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武器 被这么分解了 真是有多残忍啊 心痛 成交 合作愉快 生日好 兄弟 你们走吧 我必须得留下 老大 放心 别舍不得 我拿到死亡之手 就立即回去 老大 我说的是 西装退回时间快到了 站过去 老大再见 走了走了 散了散了 回公司了啊 老大说这次比赛要用牵制流打法 牵制流打法是什么样的打法 牵制流打法是上古时期 蓝宇战队的代表战术 牵制流是指 不与对方冲突为前提下 无限的遭扰对手 而且不费什么大力气 就可以达成目标的牵制作法 你们看啊 这就是我网上搜出来的牵制流打法 猫和老鼠 这种古董级的打法 都几个世纪以前的了 早就过时了吧 猫和老鼠是一九三九年 比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经典动画 虽然年代是有些久远了 不过 你们谁不是看这个长大的呀 牵制流 你们谁听过 牵制流可从来没有过世 打不好才叫过世 打得好的 就是经典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牵制流 选一张你们胜率最高的图吧 否则你们输了 还找借口 好 那就通天塔 我们的胜率是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你们觉得呢 就这么点胜率还想赢我 再让你们一条 比赛规则 你们来定 那就 爬塔 谁先爬塔塔顶 谁赢了 来吧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包总 帮我看一下 他要选择什么线 他根本就没动啊 怎么快啊 看来千志留也不怎么样了 千志留第一原本 就是永远保持从容淡定 爬都爬不上来 还保持内心从容淡定 你爬得再快 也是老夫的垫脚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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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百战百胜 哇 四位 你这反应意识都很不错啊 谢谢前辈 那你知道正轨的三十六种是常用连招吗 哪三十六种 你过分了明明都赢了还不留活口 好 半规 千志留第三原则 不择手段才是最好的手段 啊 再送你们最后一课 所谓千志留 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就是最疯狂的 千志留